主席,各位同仁,我们有请张部长 张部长 修员好 部长好 有关于17条知识这个修正条文 我读了一个早上 我不知道我是头晕还是逻辑有问题 我读不懂 所以要来请问部长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 公共设施保留地 有人去买 然后来捐赠 然后来 在捐赠的抵税方面 增加它的抵税额 所以我们现在要防这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就这个17条知识的条文 就文字而言 所谓非现金的财产捐赠政府 我们知道财产 包括智慧财产权也是财产 但是这里 非现金的财产 包括油体跟物体 我觉得太广了 所以有可能你这里会涵盖到智慧财产权专利的问题 专利捐赠给政府 来抵税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这个文字可能要精简一点 但是 比较麻烦是说 我们来假设 你现在就是以取得成本 以及这一个 它核定 财政部来核定这两个方式 原则上以取得成本为准 然后这个例外 会核定 好那我现在就要来请问部长 如果它取得的时候是价格低 它捐赠的时候是价值高 也就是涨价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会喜欢 用哪一个来抵税啊 不是这不是它喜欢的问题 而是说它捐赠给政府 我们就用实际取得成本 那如果取不出实际取得成本的证据 我现在就是问题就是逻辑在这里 也就当它取得的时候成本低 后来涨价了 它当然希望用价格高的时候来 来抵税嘛 但是我们要它用取得成本 那个原来的取得成本来抵税嘛 问题是 你第一 这个 第一种设计说 未能提出 非现金财产的实际取得成本的确实证据 要核定 是 你这个规定呢 只有在 叠价的时候啊 它才会愿意去取得 实际取得的成本 来让你核定嘛 也就是说当时它 买的时候价格高 后来跌下来了 它才有意愿去拿出证明来证明 取得的成本是多少了嘛 是 好那这时候你看 我们来看它说 基增机关呢 啊 在底下的情形可以 由财政部 所定的标准来核定 第一个 未能提出 确实证据的时候 嗯 或是 它是 继承或证证据的时候 这个时候未能提出 确实证据 我们就可以用核定的 也就是说 当这个财产是 涨价的时候 它会比较喜欢核定 嗯 结果你却 要它说你不能够提出 实际 啊 这个啊 确实凭证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核定 那它一定不拿出来啊 它一定不拿出来 让你们核定啊 逻辑上不顺嘛 报告委员 这是课税的基本的方法 就是说 原则上都要核实课税 如果不能核实的时候 就推计课税 不是 对 你问你在法条的设计上 当这个财产是涨价的时候 是 他就不喜欢用以前的 实际取得成本来抵税嘛 因为少嘛 他一定要让你去核嘛 他就是看 委员的意思是说 我们核定的标准比例高啦 不是啊 他一定会让你去核嘛 对 啊你 这个 让他让你让财政部核的条件 却说 他不提出实际凭证的时候 你们要核 他当然他就不拿出来啊 我当然就不拿出来 我当时的实际凭证 这个让你们去核嘛 这个其实是无仿的啦 如果说我们真的 我们的标准比较高 他实际成本低 他就不拿出来 用我们核定标准 我们也是允许的啦 你只要不拿出来 我就用我们核定的标准 对 所以他说未能提出的话 未能提出 确实凭证 我们就核定 他一定不提出来嘛 让你们去核嘛 然后第二款呢 他是受证的时候 或是继承的时候 继承我们可以查啦 继承 大概财产怎么来 我们都可以查得到嘛 就可以来核嘛 郑宇就很难查 郑宇呢 他一定会主张说 这个东西是赠予来 是 那 让你们用核定了 对 收证跟继承 因为也没有实际交易价格啦 所以也拿不出来 所以也用核定 对 他的原理道理是这样啦 对 所以他一定会说 对 这东西呢 我受证来的 你也做不到 他是不是受证来的 你这时候就核定 那核定你大概要用公告限制去核啦 不是不是 我们不会 我们是按照实际的交易价格 访财和定一个比例 我们不会按用公告限制 对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 这个条文的 第一项的第一款 我觉得在逻辑上 我没办法理解 因为你说 你没办法提出证据 我们就核 这个时候我 行为人一定不提出证据嘛 那是 那让你去核嘛 那是因为委员假设 我们核定的标准会比较高啦 如果 核定的标准不会高 他就要拿出实际的交易成本啦 对 那我们核定你 因为这个东西涨价嘛 我现在假设的情况 在涨价我们的核定标准 看看会不会 对 就高嘛 对 他一定不拿出来 我知道委员的意思 是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这也允许啦 因为找不到实际成本嘛 他不拿出来也找不到 我们就用核定的成本来 那核定成本我们已经 跟市面上的价格相当了 对 那这样会变相变核定 也就是 就是两套方法啦 就是核实课税跟推积课税并行啦 你现在你这个条文的设计效果没有达到 因为你其实原则上要用取得成本课来抵税 对 原则上 原则是这样 但是那个例外要辅助原则行不通的时候 那我们物价其实涨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是是变成呢 会用核定的情形比较多 大家就不愿意拿出 确实的评证出来 让财政部去核了嘛 但是我们 因为我们这个做法已经做了快十年了 效果很好了 我们只是说被大法官认为说没有法源 我们只要寻找一个法源 这种做法做了十年了 所以十年大部分都用核的嘛 有实际成本 我们就让他用实际成本 大部分都用核的嘛 对 因为你这个逻辑上就是不算 没有错 我们就核百分之十六 可见他买的比百分之十六还低嘛 如果比百分之十六高 他就会拿出实际成本了 所以我们在法调设计的时候 我看这个条文要再去精准一下 谢谢 那第二个问题呢 要来请问部长就是 上次您有提到 我们这个赵丰金要出托这个台契营 他的官股百分之十二%的时候呢 您是反对嘛 因为会制造出一个大股东出来 然后您是主张用信托的方式对不对 是 我非常赞同您这个讲法 因为十二%的股权是相当大的在银行里面 那么我们经营商会呢 现在开放我们非金控底下的单独银行 中国银行可以来合法持股百分之十 然后他底下的QD2呢 银行会底下的QD2呢 可以再增加百分之五 那么这QD2呢 根据部长您的专业 有没有可能 跟那百分之十是同步调的一个资金 也就是说 外观上它是两个机构 一个银行一个合格的投资者 但是呢实际上 15%都是同一个意见的形成 所以在股东会投票的时候 其实是协同投票行为 有没有这种可能 不排除这种可能 有嘛 是啊 有这个可能嘛 是 我昨天开记者会把这一点讲出来 要我们国内注意 没人要理我了 15%高不高 很高嘛 连12%部长您都不愿意去让他出托了嘛 是 所以我们让国内的银行 可以让中国的资金 15%具有可能同一性的表决 这很严肃 部长您觉得这个有没有可能 去严格的去避免这种情形 这个经营双会的主导权在经管会 当然他们已经谈成了 我们是尊重了 我们是尊重 对 你现在尊重说 关谷银行你不会出外吧 对 我们就要尽量捍卫我们的经营权 那么就您的专业 有没有可能去设计一个方法 让这10%加5 不会是同一个人 或是同一个资金控制者 有没有可能 其实这个不容易啦 就是分成两个 他们要投票的时候 投成同一个 也很难避免啦 真的很难避免 所以我为什么反对做这个开放呢 因为我想过所有的方法 我没办法想出一个去避免说 10跟5是同一个投票的意见的行程啦 所以他很有可能会掌控我们 被投资的台湾银行的董事会的很多决策 因为15%已经是相当高了 那这一点呢 可能要拜托部长 谢谢 在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呢 我在反应给金管会 反应给院长 是是好 谢谢 谢谢部长 感谢 谢谢